阿里山迎來美麗的櫻花季 就算是平日時間 遊客人數還是滿滿滿 但今年園區就發現 區內的台灣禰猴數量 有明顯增加的趨勢 更是發生了多起遊客被搶食 甚至出現被威嚇的行為 因此為防範人猴衝突 領館處不僅辦理多場的教育訓練 採購動物驅離槍 並組織人猴衝突巡護隊 也在禰猴容易出沒的地點 擺上告示牌 提醒遊客如何降低雨猴類 發生衝突的機會 那調查基金又發現到 有8起的這個禰猴搶食 以及10起的威嚇行為的這個紀錄 我們嘉義林區管理署 目前安排就是巡護隊 來執行巡護驅離的這個工作 那使用這個驅離槍 它是打到禰猴 它會有疼痛感 但是不會有殺傷力 所以是一種目前公正 比較有人道的一個驅離方式 雖然禰猴的數量增加影響到部分的遊客 但也有不少的民眾表示 只要有正確的防範觀念 就算遊玩過程遇到猴子 也不會影響他們遊玩的心情 迷猴比起來的話不會比我們高雄的財散還多 你不管是什麼包包的食物的東西 主要塑膠類的東西都要藏在包包藏得好好的 剛開始第一次很害怕 再來就是還好 見怪不怪 就是被搶走就算另外再買食物吃這樣子 園區也表示開始施行相關措施後 猴攻擊情況有得到部分的改善 但還是會持續觀察猴狀況隨時做出應變 用友善防治的方式驅離及保護猴群以及遊客 有新聞的報告是嘉義阿里山採訪報導